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祥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平均的终结 副标题是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 在现代社会中 我们总是习惯把个体表现和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学生的学习表现取决于考试分数 高出平均值越多越好 心理学家会用问卷两表评估性格 判断这个人相比平均水平是外向还是内向 是理性还是感性 人们相信平均水平就是正常标准 通过衡量个体和平均标准的差异 就能评估个体的真实情况 但很多证据显示 这种平均标准思想并不靠谱 拿儿童的发育来说 科学家通过统计大量的儿童行为样本 计算出各种标志行为出现的平均年龄 将此看作儿童发育的标准时间表 一位叫卡伦·阿道夫的美国科学家发现 从开始爬行到学会行走 不同婴儿有不同的模式 有的婴儿会在几个阶段之间来回徘徊 有的婴儿则会直接跳过某些阶段 根本不存在标准的发育顺序 但最终所有人都学会了走路 本书作者托德罗斯认为 类似的情况在生活中很常见 平均标准有时只是统计学上的虚构概念 当我们用考试分数 性格问卷 发育时间表等平均标准 衡量个体时 容易忽视个体的特点和潜能 反而无法正确评估个体 罗斯是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 同时也是哈佛个体科学实验室的负责人 个体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他主张不用平均标准衡量个体 而是关注个体的自身特点 通过创造适合个体的环境来发挥个体潜能 本书共有9章23万字 在书中 罗斯结合详细的案例 介绍了平均标准思想的发展过程 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也对于如何打破平均标准思想 更好的发挥个体潜能提出了建议 本书得到了脸书CEO扎克伯格 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推荐 科学作家万维刚在本书中文版序中写道 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倡导创新的时代 罗斯这本书指向的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新指导思想 下面我会从三个部分出发 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平均标准思想是如何发展的 第二 平均标准思想存在哪些问题 第三 如何更好地发挥个体潜能 先说第一个部分 平均标准思想是如何发展的 在平均标准思想的建立和推广中 有四个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个关键人物是比利时人阿道夫·凯特勒 凯特勒出生于1796年 他原本是天文学家 后来比利时爆发了社会革命 比利时天文台也被反对派占领 于是凯特勒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学领域 在天文学里 科学家通过多次测量行星运行速度等数据 并求平均 来消除单独测量的误差 获得尽可能接近真实值的数据 凯特勒把这套方法搬到了社会领域 他计算了所有能收集到的社会数据 得出了当时的人类平均身高 平均体重 平均寿命等数据 凯特勒宣称 每个人都是依照某种标准模板 而创造的复制品 复制品和标准模板相比 总会存在一些瑕疵和偏差 而平均水平就代表理想的标准模板 个体越接近平均标准 就意味着它越完美 凯特勒极端厌恶那些和平均标准 相差很大的人 他认为与平均标准值不同的个体状态 都会导致畸形 引发疾病 凯特勒的理论 让杂乱无章的人口数据变得有序起来 也符合人们给别人贴标签的冲动 于是 他的理论很快就流行起来 许多政府以人口的平均标准数据为依据 制定各种社会政策 凯特勒开启了人类社会的平均时代 从此平均水平就成了正常标准 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和平均标准差距太大 就会觉得使自己有问题 感到焦虑不安 推广平均标准思想的第二个关键人物 是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 高尔顿出生于1822年 他的表哥就是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达尔文 和凯特勒一样 高尔顿也相信平均标准是认识人类的科学基础 但他和凯特勒有一个关键差异 凯特勒认为平均标准是完美典范 与平均标准差距过大的人都是畸形儿 但高尔顿认为平均标准意味着平庸 高于平均标准才是优秀 在凯特勒的理论基础上 高尔顿引入了等级的概念 他以平均水平为尺度 把人类划分成14个等级 从最低等级的低能者 到符合平均水平的平凡人 一直到最高等级的杰出者 对很多人来说 高于平均标准是优秀 低于平均标准是差劲 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但其实这种理念诞生也就100多年 高尔顿还有另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 他认为一个人不同方面的能力 都是连贯一致的 如果一个人的智力杰出 那么他的胆量和诚信 也会同样出色 如果一个人的数学能力 低于平均标准 他的语言能力和道德水平 也不会好 这种以偏概全的评价方式 在现代社会中同样很常见 比如有些人会认为 收入不高的人都是懒汉 智力水平也不高 推广平均标准思想的 第三个关键人物 是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 凯特勒和高尔顿 建立了平均标准思想的理论框架 而泰勒推动了平均标准思想 在现实中的运用 1856年 泰勒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一个富裕家庭 大学毕业后 他先后在水压厂和钢铁公司工作过 当时工厂的主要问题是 生产速度很慢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泰勒结合平均标准思想 提出通过制定标准化流程 来提高生产效率 泰勒会把工作拆分成多个环节 找出提高每个环节效率的方法 以产煤这个环节为例 他会从产煤的动作 一次性产煤的重量等方面进行改善 当这个环节的速度和质量 优化到令泰勒满意 他会把对应的工作流程 确定下来作为标准 训练所有工人按统一的标准流程工作 在泰勒看来 工厂需要的不是独立思考的工人 而是能按标准流程工作的平均标准人 后来泰勒把自己的管理方法写成了一本书 叫科学管理原则 这本书出版于1911年 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畅销全世界 从美国前苏联到德国日本 从汽车生产 食品加工到银行医院 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公司 都按照科学管理法来运行 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推广平均标准思想的第四个关键人物 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黛克 桑黛克出生于1874年 他最有影响力的成就 是把平均标准思想引入教育领域 建立了现代教育的标准化体系 桑黛克认为 有的人大脑天生就比其他人反应灵敏 他们不仅学习优秀 还会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那些学习不好的人 都是大脑天生反应慢 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在桑黛克看来 学校的目的不是提升学生的能力 而是根据学生先天的能力水平 对学生进行分析 然后把好学生送入大学 把差学生送到工厂当工人 而分级学生的手段 就是参考科学管理法 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教育流程 然后进行标准化的考试 用分数评判学生的能力高低 桑黛克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平均水平 编写了各个学科的标准教科书 并开创了数学 英语 阅读等科目的标准化考试 直到今天 现代教育体系 依然按照桑黛克的理念运行 通过标准化的教育和考试 对学生进行优胜劣汰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平均标准思想的发展和四个人有关 凯特勒最早把平均水平看作衡量标准 高尔顿用平均标准对人类进行分歧 泰勒把平均标准思想引入企业制定标准化流程 桑黛克用平均标准思想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 平均标准思想在很多方面有助于社会发展 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桑黛克的教育体系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让出身不同的学生获得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提升了民众的整体教育水平 但作者指出 平均标准思想也扭曲了人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下面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平均标准思想存在的问题 作者将其总结为三种错误思维 同时介绍了个体科学对应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错误思维是单一维度思维 这是说只用少数几个或者一个维度来判断他人 单一维度思维在职场很常见 很多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最看重学历和成绩 比如谷歌公司招聘时 会优先考虑来自哈佛斯坦福等名校 且成绩优秀的应聘者 单一维度思维还会用来考核现有员工 德勤是世界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 它的考核方式是根据员工在不同项目上的表现 在年底最终给一个大分 用这个分数评价员工一年的工作价值 这些评价方式看起来清晰明了 但实际中的效果却并不如意 2005年左右 谷歌发现许多新员工的业绩 并不像管理层预期的优秀 很多谷歌员工认为 公司忽略了许多有才华的招聘者 而这些人在学历和成绩上并不突出 在2014年 德勤的领导力开发部前主任 阿什利·古多尔发表了一篇文章 指出分数排名无法捕捉员工的真实表现 排名也会受到打分者的个人倾向影响 最终德勤停止了用单一分数考核员工 为什么单一维度思维无法正确判断个体表现呢 个体科学用锯齿原则进行了解释 锯齿原则认为 人类许多方面的特征 比如智力 身材 创造力等等 是由多个不同维度组成的 这些维度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很弱 像锯齿一样有高有低 没法用一个维度判断另一个维度 而不是像高尔顿以为的 一个方面的能力强 就代表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强 比如在智力上 很多人相信智商是整体智力的表现 一个人智商分数越高 那么他在各方面的智力表现也越优秀 但这是一种错觉 并不存在所谓的整体智力 拿常用的维世成人智力测试来说 这个测试包含了词汇 常识 推理 拼图 算术 等许多维度的智力测试 然后把不同维度的分数综合在一起 得出一个最终智商 就算两个人智商分数一样 也不代表他们的智力表现相同 可能一个人推理能力强 但算术比较弱 另一个人则正好相反 在解决不同问题时 两人的表现可能天差地远 没法用单一的智商来预测他们的表现 工作能力和智力一样 是一个覆盖了不同维度的复杂概念 包括学习能力 管理能力 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还有各种具体技能等等 无法用少数几个维度进行判断 托德·卡莱尔是谷歌的人力资源分析师 他想搞清楚 到底哪些因素能预测员工的实际表现 于是列了一个清单 覆盖了成绩 学历 年龄 个人兴趣 等300多个因素 然后卡莱尔根据这些因素 追踪了现有员工的表现 结果发现根本找不到某个单一因素 能准确预测不同岗位的员工表现 毕业院校和工作业绩毫无关系 学习成绩和工作业绩有一定相关性 但也只和毕业三年内的业绩有关 也就是说 想找到适合的员工 公司需要根据具体岗位的需求 找到这个岗位最看重什么条件 再根据这些条件去招聘员工 而不是只看学历和成绩 用一个统一标准来招聘不同岗位 平均标准思想的第二种错误思维是 本质思维 本质思维相信存在稳定不变的性格本质 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 都符合他的性格本质 本质思维的产物是我们很熟悉的性格特质测试 心理学家会编写一系列问题 将测试结果和平均标准对比后 把人分成外相或内相 理性或感性等性格特质 生活中我们也习惯于用乐观向上 冲动任性等词汇去描绘一个人 我们认为这些性格是稳定不变的 但有很多研究指出 稳定不变的性格本质并不存在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郑田又一教授 是儿童发展领域的顶尖研究者 为了探索性格和哪些因素相关 他跟踪调查了84位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儿童 并分析了孩子们的行为模式 发现每个孩子在不同情况下 都展现出了不同的性格 一个孩子可能在食堂里表现得很外相 但在操场上很内向 另一个孩子可能在操场上表现外相 在数学课上很内向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的性格会毫无规律的变化 郑田又一认为 性格在特定情境中是具有稳定性的 如果一个人今天开车小心谨慎 那么很可能他以后开车也会小心谨慎 但这不代表他在工作中也小心谨慎 在个体科学中 郑田又一的观点被称为情境原则 情境原则认为 不存在稳定不变的性格本质 性格和情境是紧密相关的 不能脱离情境谈性格 比如我们没法说 杰克是个外向的人 因为杰克在不同情境里 可能外向也可能内向 我们只能说 杰克在公司里很外向 或者杰克和熟人在一起会很外向 情境原则能减少人们对别人的成见 建立更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觉得一个人很难相处时 情境原则会提醒我们 这并不是对方稳定不变的本质 而是他在当下情境的特定表现 这种觉察让我们更愿意去理解和尊重对方 这正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思考 为什么他在这个情境下会这样表现 不同情境下他是否有所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 情境原则提供了理解他人行为的更多途径 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加耐心包容 平均标准思想的第三种错误思维是 规范化思维 规范化思维相信存在唯一正确的途径 人们只能遵循这条途径去实现目标 规范化思维在生活中到处都是 人们认为 婴儿应该按照标准发育表去学习走路 想成为科研工作者 就要在高中取得好成绩 进入知名大学读博士 然后在大学或研究机构找到工作 专注于研究某个领域 最终取得成就 但正如开头说的那样 每个婴儿都有自己独特的发育顺序 并不遵循一个标准时间表 科研工作也是如此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 科达提·文肯伯格博士 研究了许多科学家的职业发展过程 发现并不存在唯一的成功途径 大约有55%的科学家 是按照所谓的标准途径成功 剩下的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途径 有的人很晚才开始科研工作 有的人换了好几个领域 才做出成果 拿作者本人来说 他因为成绩太差 在18岁时被高中退学 之后几年里都在到处打工 养家糊口 后来他通过自学考入了 维博州立大学 毕业后进入了 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做老师 并投身到个体科学的研究上 在个体科学看来 人们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法 来实现同一个目标 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特点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途径 作者把这种观点称为 途径原则 作者本人就是个例子 虽然他高中被退学 但在大学里 以全A的优秀成绩毕业 这并不是因为他变聪明了 而是他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学习途径 学校建议作者 在大一就完成数学和英语课 但他知道这两门课很乏味 自己表现会很差 于是把两门课 延后到大二和大四 作者感兴趣的是那些 可以参与讨论和发表观点的课程 在优先参加这些课程的过程中 他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 培养了学习技巧 也有更多时间准备数学和英语学习 这都帮助他之后 更轻松地完成数学和英语课 途径原则还认为 学习速度并不重要 一个人学习速度慢 并不代表他的学习能力不行 本杰明·布鲁姆是20世纪 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者之一 在一项研究中 他把学生随机分成两组 去学习同一个没学过的科目 第一组是固定速度组 老师按照教材要求 在固定时间里 讲授固定的知识内容 第二组是自主速度组 老师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速度学习 学生自主决定 每一个知识点学习多长时间 两组的课程总时常是一样的 在课程结束后 两组学生都参与了考试 布鲁姆把成绩85分以上 算作掌握知识 结果显示 第一组里只有20%的学生达到标准 而第二组里有超过90%的学生达到标准 让每个学生按自己的速度进行学习 这在以前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但随着科技发展 我们已经可以做到这点 我们喜马奖书之前讲过 《翻转课堂的课韩学院》这本书 科汗学院是世界知名的网络教育组织 通过它的学习软件 学生可以自主加快或放慢节奏 确定自己掌握当前知识后 再学习新知识 科汗学院通过跟踪学生的进度发现 所有学生的学习节奏都不相同 即便是同一个人在学习不同内容时 也是有快有慢 好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平均标准思想存在三种错误思维 其中单一维度思维主张用少数维度去衡量他人 而个体科学主张锯齿原则 认为人类许多方面的特征像锯齿一样有高有低 不能用其中一个维度来判断其他维度的高低 平均标准思想中的本质思维 相信存在稳定不变的性格本质 但个体科学主张情境原则 认为性格和情境是紧密相关的 不能脱离情境谈性格 平均标准思想中的规范化思维认为 实现目标的正确途径只有一条 个体科学的途径原则则认为 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特点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途径来实现目标 说完了平均标准思想的问题 以及个体科学对应的观点 下面第三部分我们来说说 如何利用个体科学发挥个体的潜能 作者在书里主要对工作和教育领域进行了讨论 先说工作领域 平均标准思想把员工看成可以替代的螺丝钉 只需要执行标准化流程 而个体科学主张了解员工的个人优势 创造让员工发挥优势的工作情境 并提供多种发展途径 作者举了美国好事多连锁超市为例 好事多一直以优良的工作环境闻名 2014年它在玻璃门的全美企业薪水和福利排行榜中 名列第二仅次于谷歌 玻璃门是一家美国求职网站 人们可以在这家网站上点评雇主 好事多的创始人吉姆·辛内加告诉作者 他们坚信通过录用优秀员工 有尊严地对待他们 为他们提供可靠的职业发展道路 员工就能为公司创造巨大价值 好事多在招聘员工时并不在意学历和成绩 辛内加很早就认识到 好事多最看重的诚实勤劳等品质 是无法通过简历和面试发现的 他挑选人才的方法 是直接从高校招聘学生做兼职 在实际工作中 识别那些符合好事多要求的人 这正是锯齿原则和情境原则的体现 此外好事多也遵循途径原则 鼓励员工尝试不同岗位 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途径 有位叫安尼特的员工 他只读过几学期的社区大学 一开始在会计部门做销售审计 之后他选择进入促销部门 担任了接待员 行政助理和采购员等多个职位 由于表现出了采购方面的才能 安尼特被提拔为电子产品采购员 之后又成了洛杉矶分部的酒精饮料采购员 从2005年开始 安尼特负责采购好事多的所有酒精饮料 在国际知名葡萄酒杂志品纯客颁布的 葡萄酒产业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上 安尼特名列第四 在许多公司里 安尼特的职业发展途径是难以想象的 规范化思维 让管理者把员工的发展 锁定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 规定某些岗位 只能由符合一定要求的员工承担 正是在好事多灵活的职业发展体系中 安尼特这样的人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好事多对员工的重视也得到了回报 过去十年中好事多的业绩不断提升 成为了美国第三大零售商 好事多的员工离职率很低 只有17% 相比之下 零售巨头沃尔玛的离职率 大约是40% 虽然好事多员工的工资 超过沃尔玛将近75% 但低离职率 大大降低了好事多招聘和培训新员工的成本 所以实际算起来 好事多在人力上的总成本 反而比沃尔玛还要低 这正是好事多的竞争力所在 以上是在工作领域 如何发挥个体潜能 作者主张要了解员工的个人优势 并帮助他们发挥优势 而在教育领域里 作者的想法更为大胆 他提出 用资格证书来替代现有的文凭 让学生决定自己的教育途径 作者指出 在现有的教育领域 大部分学生唯一能控制的 就是自己想要申请哪所大学 学习什么专业 其余的基本都要按照标准化的路径来走 通过标准化的入学考试 完成规定的课程 获得学分 四年后获得一张文凭 但文凭代表一个人 接受了完整四年的大学教育 不同的学生 对不同的课程的学习程度 是不一样的 文凭无法体现这些差别 同专业的学生 未来的实际工作也各有不同 标准化教育 无法提供适合多样化工作的不同技能 学生付出了四年的宝贵青春和高昂学费 但他毕业后具备的能力 和他实际从事的工作 经常有很大偏差 而一个人假如在某个非专业课上挂了课 即便其他专业课都成绩优秀 但他也没法拿到文凭 从事相关工作 在作者的构想中 资格认证是对最小的学习单元授予学分 代表一个人掌握了某项具体的知识和技能 比如你学完微积分 电路设计 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就可以得到一张资格证书 资格证书考核的也不是分数 而是能力 学生只有展现出资格证书所要求的技巧 能力和知识时才能获得这个证书 多张证书可以组合起来 以获得更高等级的证书 假如一个人想成为手机游戏设计师 他不需要花上四年拿到计算机科学的文凭 只要获得编程理论 移动设备程序设计 电脑动画和平面设计的证书就行 集齐四张证书后 他就有资格获得手机游戏设计师的证书 在这种教育体系下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途径 通过组合不同证书 培养适合特定工作的技能 不用被标准化教育束缚 他们甚至可以选择网上的在线教育课 来获得相关的资格认证 现实中有些大学已经在尝试这种教育方式 现在美国有数百所大学提供开放在线课程 其中有部分学校 比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就提供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也就是木课 并为完成课程的学生提供资格认证 需要注意的是 作者的这些观点完全是从职业发展的实用角度出发 作者自己也承认 用资格认证替代文凭的方案比较激进 帮学生开拓眼界 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艺术鉴赏力 这都是大学的重要价值所在 此外 不同地方获得的资格认证 是否具有同等效力这些实操层面的问题 作者也没有在书里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还有人会说 很多学生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 如果完全让学生决定自己要学习的课程 他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吗 但作者认为 如果我们不相信人们为自己做的决定 而是要把决定权丢给一个标准化的系统 这可能才是更大的麻烦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在工作领域 作者认为 企业要了解员工的个人优势 创造让员工发挥优势的工作情境 并提供多种发展途径 在大学教育领域 作者主张用资格认证取代文凭 建立更灵活的教育体系 说到这里 《平均的终结》这本书也介绍得差不多了 作者认为 在平均标准思想的影响下 每个人都试图按照统一标准生活 去成为更好的别人 这抹杀了个体的特点 让人在和他人的比较中感到焦虑 个体科学认为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社会应该为个体创造更多机会 去充分发挥个体的潜能 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条件 做最好的自己 《平均标准终结》的地方 正是美好未来开始的地方 好 《平均的终结》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